进入第十届的唱秋音乐祭 今年是以十、十在、在北冰作为主题 十七号的晚间在北冰太平洋公园热情的开唱 虽然活动当天天空不作美 进行到一半就有零星的测雨 但依然有许多的民众是撑着雨伞 也不在现场跟音乐热情的摇摆 唱秋音乐祭17、18号一连两天 在北冰太平洋公园热情登场 今年是以十、十在、在北冰作为主题 十年来唱秋的伙伴费尽心思 邀请各地乐团歌手来到花莲演出 更培养出不少优质的在地乐团及乐手 市长为加弦也感谢安君、何建宏、许凯、陈竹恩等活动创办人 从2011年唱秋音乐祭摇摆北冰开始出发 一路走来为花莲打造了音乐盛宴 唱出台湾最美的声音 那今天在建宏结束之后 那我们非常感谢 建宏的团队跟花莲施工所 一起来做合作 那我们在建宏完以后 马上接着就是一个建宏的活动 那建宏十年 非常一路走来真的非常不简单 那也经历过非常多的一个困难 然后逐一克服才走到十年这个年头 那也欢迎这两天 有能够来到花莲的朋友 或者是在地的花莲朋友们 都一起来欣赏唱秋在地最好的音乐 那我知道这次团队有邀请一个神秘嘉宾 听说好像是鼓鼓 那么也欢迎所有的朋友们 都一起来欣赏最棒的音乐 花莲最在地的音乐 保证会给你支回票价 而且现场没有收费 还有很多的市集活动 那欢迎大家一起来支持在地的音乐 音乐人所一起发起的活动 十七号晚间虽然天工不作媚 活动进行到一半就有零星正宇 但依然是有许多民众 撑着雨伞 留在现场跟着音乐热情摇摆 举办多年的唱秋 不但是东台湾音乐指标表演平台 在乐迷的心中 更是与北共聊南春纳齐名 第十届演唱会邀请的卡司阵容相当坚强 不少重量级乐团也到场共襄盛举 让民众在现场感受到东海岸 独特的浪涛海风音乐交织的花莲秋叶 记者许立琴 花莲市报导